刚刚看到的Manning在讨论这个事情里头呢 其实就有一位记者评论员非常尖锐地问 他就说这个Bob Woodward 就是揭发水门案件这位最有名的记者 他后来写了一连串的书 我把他的书找出来 总共有五本书 这五本书从布希时代写到奥巴马时代 Bush at war About the past war with Afghanistan Following September 11 意思是从那个时刻开始 是怎么做决策的 还有好几本书Plan of Attack 怎么样攻击 那么人们认为他在这些书里头 早就揭露出非常多的内容 甚至是比曼宁更加属于泄露国家经历罪 但是他地位太高了 所以不会有一个人把他逮捕起来 说他叫做间谍罪 也不敢把他关起来 更不敢虐待他 叫他全身脱光 一段时间正式地虐待他 他们说美国的自由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在这个情况里头焦点转到另外一个人 是Edward Snowden 他也是一位非常热爱美国的白人的年轻人 然后也是从军 最后变成美国情报的阅评人员 然后他也是赫然的在情报分析当中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NSA美国国家安全局 可以随时的进入所有的大数据 也就是他直接进入除了推特拒绝之外 每一家你可以想象到的 每一家包括Apple 包括Facebook 包括Microsoft 他们所有的云端大数据里头 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可以拿走所有的资料 包括在线上聊天 他可以窃取你所有所有拿走你所有的资料 按照所谓爱国者法案 那么Manning呢因此被抓起来 Edward Snowden看到他的下场 他立刻带了部分的资料 然后就逃离国外 那这个礼拜呢最重要的发展是 他终于离开了俄罗斯的过境大厅 他希望有国家可以提供他政治庇护 但是他也担心拉丁美洲这个国家 拿提供给他政治庇护 跟美国做一些外交交换 所以他不轻易的离开俄罗斯的过境大厅 因为俄罗斯无论如何 他必须维持跟美国在国际形象里头 有所不为的这个情形 他不像拉丁美洲的小国家 很可能轻易的就跟美国交换条件 那么最终呢 他在这个礼拜等到的是俄罗斯决定 给予他政治庇护 但是只有暂时一年 那这会不会影响美俄之间的关系 一般的判断是第一个 欧巴马还是会出席 马上在St. Petersburg召开的G20大会 那另外呢 美国可能会取消 象征学的取消 两个人的高峰会 就是两个总统的高峰会 但是美国还有太多议题 需要跟俄国联手 不会为了Edward Snowden 给予他一年的政治庇护 就正式的完全闹翻了 那Edward Snowden的律师呢 也代替他发本意见 他当天呢 是搭着计程车 然后从国际大厅离开 然后进入一个公寓 他的寓所不公开 所以国际媒体 几乎没有看到他的谈话 只拍到他的侧面跟背影 他说他将在俄罗斯 暂时展开 迎开他的新人生 而且他不再爆料 所以他相当了解 整体的状况 那最新呢 提出来的资料是在Guardian 就是英国的卫报上头 一份32页的报告 这个报告里头显示出来呢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员 可以到全球 不是只有在美国 全球各地的伺服器上 浏览所有的各种 包括你的在线聊天 搜索 还有所有的历史 各种状况 那么这些文件 这些事情呢 在美国其实引起 相当广泛的一些讨论 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出来 50%的人支持这个做法 但是有45%的人认为 美国国家安全局太过分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整体的状况来说 美国人民意是分裂的 赞成了50% 45%的人认为 美国国家安全局 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那随着整体 九一事情 在当时美国人的心里 留下了很深的落印 这件事情可以说 分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原本动向不明的史诺登 周四下午两点钟左右 这位全世界最重要的 被追捕者 出人意料地 离开生活40天的 莫斯科机场 律师交给他 类似护照的文件 有效期限是 2014年7月31号 史诺登可以暂时 拘留俄罗斯一年 他在搭乘车离开时 几乎没有媒体知道 维基解密在推特上 公开证实 史诺登已经离开机场 当事人随后也 透过维基解密 发表简短声明 史诺登的律师表示 他的当事人 并不打算长期待在二国 不过他已经开始 研习这个国家的文化 历史和语言 未来也会择其 公开和大家见面 史诺登曾经是 美国国安局雇员 5月底飞抵香港 向英美媒体爆料 NSA大规模监控 自己人民及盟友的 临近计划 震撼全球 自己也遭到美国弃捕 6月23号飞往莫斯科 陛下多国寻求政治庇护 由于美国政府 取消他的护照 因此被困机场过境区 直到8月1号 俄罗斯政府发言人表示 这是由联邦移民局独立做出的决定 尽管这项裁量 很可能影响美俄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克里姆林工并没有插手干预 卡尼表示 美国仍将持续努力遣返史诺登 美俄关系是否因此深变 9月5号 俄罗斯的圣匹德堡 即将召开G20峰会 欧巴马借实出席与否 是最直接的指标 部分国会议员 强烈要求政府 应该重新思考 和俄国的关系 但同一时间 美国的监视计划 开始遭受检视 国家安全局局长 出席黑帽骇克大会时 当场遭到观众呛声 也有议员对目前 美国政府的做法 表达关切和质疑 由于史诺登的挺身揭秘 一项又一项 美国政府的秘密监视计划 不断曝光 美国国安局不仅搜集 所有国内的电话记录 根据英国卫报 最新披露的报道 一项代号 X-Key Score的专案 在全球150个 网线网线网线站点 针对使用者进行全面讯息监控 对照美国情报总监之前在国会作证时的说辞 政府官员等于是公然说谎 根据最新公开的机密文件显示 美国国安局的监视计划 包括一个被描绘成早期预警系统的数据资料库 几乎就是小说家笔下 监控人民的老大哥翻版 无所节制地记录了所有美国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 这一切的滥权行为都因为史诺登而被揭发 看看欧巴马当选总统时 对吹哨者是如何承诺的 欧巴马不仅对新闻记者 宣战更向自由民主开火 美国政府已经将史诺登定性定调 他不是揭发政府滥权的吹哨者 而是泄露国家机密的叛国者 但这绝非拥有权利者说了算的 历史总会做出终局裁判 究竟谁是英雄谁是叛徒